人类生活和混凝土是息息相关的 混凝土的每年的人均销量就达到了2500公斤到3000公斤 混凝土虽然看上去很平常和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可以见到 但实际上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科学的奥妙还没有被揭示出来 甚至于它的这个材料的结构比我们的金属还要复杂 来到奥美大学以后呢我们有非常良好的这种研究环境 我们也希望帮我们的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呢推广到社会上去 那么这种水泥机的压连传感器呢在这个交通流量监测 对于交通车辆的车速和车重的测试都有非常精确的结果 那么我准备把这个技术和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结合起来 把它做成我们物联网的一个触角 在澳门开发这个智慧城市的过程当中 使我们这样一种技术能够发挥出一个应有的一个作用 那么另外我们这个清洁能源也是我们应用物理和材料工程的发展一个重点 那么沿着这个方向呢我们开发了一种新型的 利用液体或者气体和液体组合浮起来的这种碗形的垂直轴的风力发电机 这种风力发电机呢特别适合于海域的风力发电 那么另外呢它也克服了现在这个传统的这种垂直发电机 利用这个轴承来征担这个垂直贺载 阻力比较大疲劳破坏容易发生的这些缺点 那么我们是用液体来乘服 彻底的根除了这个轴承 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运转效率呢 它是非常高非常快的 感谢观看